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更加好像在广泉中 我相信其实内地这么多年也接受了很多大家的帮助 有海外的 有香港的 有哪里很多很多的帮助 现在也是我们可以站起来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爱 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所以我从上帝这里接到了这一份使命 我是希望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推动 一起来把这个福音传好 把这一帮结好 除了基督徒演艺人 我们还连结不同地方的基督徒群体 聚会上就有一个六十人的诗班献唱 成员大部分是从中国内地特地过来 唱试华语频道的启动 得到众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朋友支持 我很希望影音使团能够真的进入中国 能够更多的影响中国现在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因为中国现在的很多文化色彩 可能更多的太过功利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好的真正的 从神而来的这种爱和这种使命 以及这种世界观 价值观 能够更多的影响中国的新的一代 这个华语频道是很好 我觉得第一个是 教会弟兄姊妹都有邀请 他们的弟兄姊妹朋友去看看 如果教会可以有这个机会的话 甚至在个别的教堂可以放给人看的 这个如果一个国语频道在中国是非常的好 我会影响到好几亿的人 整个事工上面 所以从第一天我已经很支持他 和去关心他所发展的路向 所以无论是人力物力 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推动 我都会类类外外尽量去配合 这里每一条的羽毛 代表着更多年代 每一位支持者的中风和代风 羽毛虽然很轻 各自吹风远飘 但是当羽毛最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对指头 带着上帝给我们的示威 从25年前金像奖影帝乔洪书和乔妈的大力支持 到今天每一位观众支持者 你们都是我们的家人 是我们继续向前的鼓励 影音使团 我看到这是神兴起的 就是我刚才分享 有几个年轻小伙子 就有个意向 要把神的救恩传开 那他们也不看自己的有限 人力物力财力都不看 就觉得值得做 就做下去了 那我跟我先生 他们就是傻乎乎的投入 我们也傻乎乎的跟进 后来发现一点都不傻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 需要做的 必须做的 神托住的 聚会之后 很多朋友都做出回应 要透过合作 举办电影步道聚会 定期奉献和赞助等方式 身体力行参与媒体宣教 影音使团 会带着使命继续向前 邀请你与我们共同努力 将信心化为行动 在上帝的圣功上有份 透过媒体将福音传到地级 如果你想支持 创世电视的福音制作 请给我们发送E-mail 也欢迎登陆 美国创世电视Facebook专页 紧贴最新动态 下集创世情报站再见